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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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當然剛剛大家對於那個穿梁鞋的 那個穿拖鞋的女生裙子 就是遊客的裝備跟事前的準備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通常很多人其實就是 被朋友約去哪裡的時候 就不會去問或了解 我們今天到底要去哪裡 就會變這樣子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是在台東三元的潮間帶 然後也是他就說 為了不要讓民眾在潮間帶到處亂走 所以我決定在潮間帶上做木棧道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做木棧道的過程到底是怎麼做 對不對 然後而且你在那個潮間帶做這個木棧道 它不會很容易被打壞嗎 所以後來其實是通常政府想要做這種東西 都是為了要管理民眾的行為 可是其實你可以不要用設施管理民眾的行為 你可以用管理行為的方式管理行為 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 但那個就很困難 好 剛剛講到天空步道 我覺得天空步道就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到果為因的非常荒謬的極致 就是天空步道 什麼意思呢 步道原來的本質是什麼 人親近自然走的途徑 你要走步道的目的是去看自然 對不對 你有一個吸引人的風景 你要去看自然然後走這個步道 現在變成天空步道是大家要看的目標 有沒有 對 我要去看那個掛在天空的那個步道 走 走完以後就覺得怎樣 我來過了 然後你去問他會不會再來第二次 不會 那所以這就會導致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到處都在做 然後呢 退燒再做一個 然後為了硬要做一個天空步道 這個嘉蘭天空步道 我上次也有去看過 很有趣 他好像其實只有開放兩天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硬要做這個的時候呢 挖的時候這上面就一直落實 所以後來步道做完之後一直落實 他們又開始做水土保石工程 水土保石做完了以後呢 又再開放還是有落實 所以後來就 就 蛤 對 就是 就沒辦法開放 就是讓他 對 所以他就變成非常的誇張 這個三川流利吊橋一度很紅嘛 還要領號碼牌 然後還要坐接駁車 結果現在根本沒有人 對 那你做的那些設施掛在天空 你有沒有想過他會在那邊多久 然後後面要不要維護 我這個維護關於這件事 我又想起了南投縣政府 對 那個 他們的觀光局的處長呢 有一次在上新聞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天空步道 其實你做這件事情 你說你聲稱會帶來的經濟效果 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帶來地方上的經濟效果 還是說你做了以後 其實就沒有觀光效益 結果你投入了中央這麼多錢 這不是白費 然後後面你又沒有錢維護 結果他回覆 他在新聞上回覆我說 他們收費 就是去走天空步道 一次好像收費50塊還是80塊 然後兩年內就回收了 所以這經濟效果是很好的 你們要開始學習去聽出來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在問的是什麼 天空步道帶來的經濟效果 那他說他收門票兩年回收 這兩件事是同一個層次嗎 不一樣喔 而且回收什麼 我一直很想問他回收什麼 那個不是 沒有 他那個是中央補助的經費 他哪有拿錢出來 他好他有那個自酬 沒有他是說工程費回收 那怎麼會回收呢 你們聽得懂在講什麼 回收的意思是什麼 我拿錢去 做了兩年後我收費 他會把我的工程投入打平 但是工程投入是誰投入的 中央政府 我是南投學政府 我投入了什麼 那我收了門票回收的這筆錢 在哪裡啊 他用來幹嘛 他是在議會有沒有編的稅錄啊 然後收入之後會放在哪裡用呢 對嘛 所以什麼叫回收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 然後再來我問的是 你蓋這些東西 你的環境衝擊跟觀光效益 你要評估出來嗎 所以你帶動周邊多少觀光效益呢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彰化八卦山步道 大家有沒有去過 也是天空步道 對 然後彰化八卦山步道 那時候就有一個數據 他們就統計 就做問卷 發現說遊覽車客 載客人去 讓人去走那個天空步道 他就在停車場代速等待嘛 然後問他們說 你來 你會不會在周邊消費 不會 有九成的人說不會 九成的人說不會 然後 那 所以他旁邊其實有攤位 其實天空步道 除了收門票 還有收攤位的費用 攤位沒有什麼人在買 然後 那 他 然後問他說 你還會不會再來 也是 有九成的人說不會再來 這樣一次性的 然後不會在周邊停留消費 到底那個經濟效果是什麼 那之前在清淨農場還有一個 清淨農場的天空步道有沒有走過 清淨農場那邊 那個天空步道呢 他說 是 要坐人車分道 因為很多人在公路上走 要坐人車分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坐人車分道怎麼可以收費呢 對吧 你們了解我在講的邏輯嗎 如果你要坐人車分道 那你就不能收費啊 那沒有錢的人就要去馬路上 給人家撞死嗎 它就是個觀光設施嘛 為什麼不就直接說了呢 然後那而且 以前在這個天空步道做之前 沒有天空步道嗎 有沒有走過清淨草原 清淨草原就在公路的上面 看著風景也很漂亮 然後走在那邊 那沒有人車分道嗎 真的是要做什麼都有方法可以說 就是坐在下面 結果後來開車的人看下去 怎樣就是天空步道 開車的人就看不到那個景觀啊 對不對 然後而且那個人車分道 最後又走回來 也是一樣啊 所以那時候問他們說 那你這個天空步道 有沒有去做環境影響評估 他就說因為開發面積 對所以就不用做 那可是你知道清淨農場 在這個天空步道之前 其實是什麼 齊柏林那個時候 不是有看見台灣嗎 然後那時候不是說 清淨農場都是違建 都是違法的民宿嗎 然後那時候政府 不是一度非常有魄力的說 這要整治嘛 這坡地上的這些違法開發 這有問題嗎 國土怎樣怎樣怎樣 對然後結果呢 做天空步道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在救這些業者 救完之後 天空步道蓋完之後 周邊的開發 就一直不斷的蓋新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如果真的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你要把這個天空步道本體 投影面積加上 因為這天空步道 所做的周邊的開發 統整起來沒有兩公頃才怪 對啊 所以其實 有太多這種的案例 就是然後做了之後 它會在天空多久 更多的開發 更多的開發 沒有後來現在就沒有了 對啊就沒有了 其實就是用這個方式 所以說有通過木道 然後又增加有光光效益 所以就有更長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它說人車分道 然後結果其實是怎樣 其實是更多塞車嘛 對不對 其實是更多塞車嘛 對 就是其實你這些東西都是一種說詞 然後你要看到這件事背後的真正的發展 跟真正的原因 好 那我現在再回過頭來講 這個天空步道本身 它會在天空多久 他們用了很多鋼材耶 你知道現在鋼有多貴嗎 其實也不是現在 已經貴好久了 然後那些結構當然沒有問題 好但是它需要後續的維護嘛 每一年都要維護 那這個實際上 所謂的收門票是沒有辦法 cover它的每一年的維護管理費的 其實是沒辦法 好 那更何況是沒人用了以後呢 然後那怎麼辦 那但是它又在天空上 這樣到底會在天空多久 所有的設施 大家都沒有想過這件事嗎 我自己想 我有時候想想我想說 我應該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 天空步道消失 對它會一直在天空 切割我們的天際線 我們的視野 對然後我們還到一窩蜂的蓋 不曉得大家都在想什麼 好 那天空的這個東西 除了那個天空步道之外 還有什麼木栈道 架高木栈道很流行對不對 有一段時間 然後就開始出現很多這種事情 就是掉下來 那所以其實 你就要回到去問什麼 如果腳踏實地不好嗎 下面不能走嗎 為什麼一定要做架高呢 做了架高之後 它還有國賠的風險 設施的危險 對不對 好 那但是很多人看到這個就會說 那我們換仿木 塑膠仿木 就不會爛 是不是這樣 大家知道我在講塑膠仿木是什麼嗎 那種 會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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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戶外會變形 還有會脆化 所以它的這個設施物還是很容易損壞 但是塑膠可以在地球上持續400年500年不會壞 那為了我們幾分鐘要走過去的步道 到底我們要用地球資源來做什麼事情 這塑膠的選用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社區開始怎麼樣 他們發現這種木栈道一旦壞了以後 其實就是沒辦法走 那政府用越來越沒有錢來維修 越來越沒有錢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用那個費用一算 你做越多後面要維護的越多 根本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怎樣 其實拆掉比較快 拆掉就可以走 腳踏實地比較安全 這個也是上一次的好雨 就是之前鐵真山 剛剛大家記得鐵真山前面出現過 鐵真山出現過好幾次的崩塌 然後每次崩塌完之後 上一次崩塌完是這件事情 你看喔 2017年的時候 六月沒雨導致大甲鐵真山懸崖 崩塌內縮十餘公尺 他們去會看之後呢 決定怎樣 蓋天空步道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後來他們 這是他們那時候蓋的 就他們沒有把那個天空步道 延伸到另外一邊 是把他就是做出了一個這樣子的 往上的到一個平台 結果你看2021年的大雨底下就掏空了 天空步道又不是不用柱子 所以這真的是很多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常常在注意新聞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個前後邏輯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當時的這樣子 這種軟曆石層 還有一個地方也有是什麼 你們應該也去過火炎山 火炎山那個什麼大峽谷打卡 就是這樣來的啊 因為只要下雨就會變大峽谷 就會一直啪一直啪一直啪 然後還有維護的問題啊 就是那個玻璃的天空步道 其實是需要怎樣 這個玻璃一直列不是只有到處 就是花蓮那個已經列三次 那就是有 其實美國的大峽谷 在圓明保留區的地方 也有一個繞出去又回來的天空步道 它也是玻璃的 但是人家是怎樣 你要走上去 像我那天那次去韓國 紀州島也有一個小的 他是要怎樣 你要換鞋子 穿他的拖鞋上去走 然後下來再換鞋子 這樣了解嗎 維護管理 就是其實台灣人 因為我們是資本門的想法 所以我們沒有想過 維護管理這件事情 做完就OK 做完揭幕那一天 好OK 這是八卦山天空步道 然後這邊就比了很多 這個我就不細講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很多 就是各個不同的建設經費 然後收費的狀況 怎麼可能回收其實 好 這個 本來他們要做一個這個 後來沒有做 但是呢 就是被網友行動卡掉的 本來他們要做一個官曝平台 結果網友看到設計圖之後 把它貼上來 然後呢 大家就說 那個因為南投縣長就說 好嘛 那個大家可以看看 哪裡有什麼修改的建議 我們來把這個設計修改做得更好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修改 就是這個拿掉 顏色拿掉 然後最後其實整個拿掉比較好 然後後來他們其實沒有做這個平台 但是他們還是做了一個 也是半天空步道走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 反正你永遠阻擋不了地方政府 他們想要花錢的決心 然後呢 至少這個是被擋下來了 南投縣他們本來有一度 要做一個最長的天空步道 風風相連 就是 結果後來被擋住了 就是後來 我們不斷的寫投書 不斷的講 最後 觀光局說不補助天空步道 所以松柏林呢 地方上就想說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電梯 直直的 直直的上來 基本上大家對於觀光的想像力 是很貧乏的 大家就覺得這樣子有希克效果 這樣 但是你其實到底 OK 然後這些東西會在那邊多久 假設真的做了以後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 看標題大家就已經一目瞭然了 OK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 你看 這是不是公路在這 然後這邊 然後其實青青草原在這裡啊 為什麼 到底 但是當你說它的時候 它就會說 這是為了人車分道 這是為了無障礙 就講很多這種去美化的 大地處那個時候在大輪頭山 說要做一個樹屋平台 大家腦子裡面想的樹屋平台 在國外應該長什麼樣子 樹屋 木頭的對不對 但是在台灣你要做一個懸空的東西 就會怎樣 結構技師簽證計算 最後就會變這樣 用很多鋼材然後做做做做到架高的 但是 好 所以用這些材料 有沒有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 生產這些材料耗能耗水耗 空氣污染對不對 然後我們為了這個到底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只是為了要讓我們去清淨自然 好 那現在這個 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個我想要讓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新聞畫面 剛剛選三的心理學那個選三的人 可以特別的注意一下這個 還記得你們選什麼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要仔細看 這又不同類型 不同類型的廢墟 但是這個步道越走越糟糕 年久失修整個地基塌陷殘破不堪 常常有遊客登山客在這裡走著走著 就受傷了 宛如廢墟一般 靜密的山林野景讓人格外清靜 這是北投的丹鳳山步道 在日治時期因為山上充滿了松樹 又稱它為松野山 走上丹鳳山步道的頂端視野非常的好 而這裡成了登山客的秘密景點 注意看這裡 注意看這裡 注意看他的鞋子 長期下來沒有人修繕以及崩壞了 山裡的將軍墓園也慘遭破壞 斷圓殘壁如同廢墟 有客還常常在這裡跌倒受傷 很危險 我前幾次來的話 注意看這裡 看到那個民眾也就摔倒 市府每年花費三千萬 三千萬又出現了 但是丹鳳山步道卻到現在還破爛不堪 讓民眾抱怨戀戀 政府你跟收稅金 當然是要跟客人普及走路 對不對 其他的地主都是以非常堅持 而且強硬的態度 不希望我們在上面做任何的設施 民眾希望政府能夠早日和地主協調 讓丹鳳山步道早點回復 昔日的美景 記者張維庚 新美式報導 好 你們看到什麼 地主是對的 地主是對的 OK 好 好 看到什麼 剛剛說仙基岩像廢墟是水泥步道破破爛爛 然後現在這也是廢墟 大家也覺得這裡破破爛爛的廢墟 好 那裡面講了些什麼 你們看到什麼 民眾愛水泥鋪面 好 那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要你們看水泥步道旁邊 有注意什麼嗎 人走兩邊沖刷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如果做水泥步道的話 兩邊那個會更嚴重 因為那是差異侵蝕 就是下雨的時候 水把軟的東西沖掉 硬的沖不掉 所以你只要看水泥步道底下都是 就是這樣 然後兩邊都是溝 那溝的一開始有可能是怎樣 民眾不喜歡走水泥走旁邊 然後後來就變那樣 OK 好 那他這個議員所指的這個畫面 你們覺得怎麼樣 樹根 石頭 然後有沒有什麼問題 皮鞋的問題 OK 大家覺得這個沒問題 泥土被水沖掉 對 怎麼看 樹根會天生就裸露在土壤上嗎 樹根通常都在土裡面吧 所以你們看到那些石頭 然後這樣子 其實不是沒問題 步道是有問題的 因為人踩 植被長不出來 然後土壤被水沖掉 一直不斷地刷生刷生之後 其實這個是需要處理的步道 但是當然不是做成那個樣子 所以其實手作步道 最常要面臨處理的其實是這一種東西 就是人進入到自然 對環境造成的踩踏影響沖刷 為了讓這個地方比較永續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解決完之後看起來還是自然的 這才是手作步道 就是不是把它做成水泥花崗園 那所以也是好在怎樣呢 這時候又再次出現什麼 私有地 有九筆 所有權十二人 然後地主堅決反對 地主不願意 那政府就沒辦法 所以地主就意外的在這個案例裡面 變成了保護自然三境的 OK 所以是不是 什麼都不做就好了 其實也不是喔 也不是喔 這是不是自然的 這不是喔 因為人的踩踏導致的這個問題 然後等到來一個強風 就怎樣 這樹如果倒了以後 因為這邊懸空了嘛 它沒有支持的效果之後 它倒了以後 你們有沒有常常看到走步道旁邊 樹常常會這樣倒 然後挖起一個很大的洞 那為什麼其實 你不覺得人走的這個狼道 常常會有倒樹嗎 其實這跟人的使用是有關係的 好 好 其實這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笑的新聞 但是因為我覺得 點進去花太多時間 我用講 在城市裡面 你們有沒有常看到樹是這樣 羹其實告訴我們很多事 剛剛在山境裡面 那個羹就表示怎樣 它抓不到 然後在這裡它為什麼會浮起來 它呼吸不到 它呼吸不到 因為這個底下 其實你常看到那運動 公園裡面運動 大家踩的 植被長不出來 土壤變得很硬 裡面沒有空氣沒有水 然後也沒有辦法 有昆蟲在裡面鬆動的時候 其實根系它就會很不健康 它沒有辦法 那這旁邊如果都是把它水泥化之後 它就會怎樣 被限縮在這個範圍 然後又吸收不到底下 它會浮起來 我要講的是這個 你們有聽過很多景點 什麼龍樹 什麼五福林門有沒有 五福林門 知道我一講這個有畫面嗎 沒有 我以為五福林 就是龍樹 老的龍樹長起來以後 它不是往旁邊 它會有虛根就會下去嗎 然後下去以後再往旁邊再拓嘛 那所以 所謂五福林門常常是什麼 就是它有五個主要的 支持它的虛根 所以它的樹音呢 非常的龐大 有沒有 澎湖的 或者像這個是南投的 為什麼講來講去都南投 好恐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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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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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